午后时常下起雷阵雨 大雨来得又急又猛 造成不少低洼地区淹水 在彰化市有民众募集 一名外送员冒着大雨要送一杯饮料 结果看到马路淹水了 就涉水要走到外送的地点 脚上的拖鞋还被冲走两次 千辛万苦 好不容易送到买家的手上 结果当场被秒退拒收 这一幕让民众看了好心疼 也直说下雨天就别为难外送员了 雨淡袭击大雨狂下 民众家旁边的马路 瞬间变成水路画面带到另一头 一名外送员穿着雨衣 就站在门口躲雨 因为上一秒他冒雨 送一杯饮料却被拒收 内心五味杂沉 连民众看了都替他报幕瓶 民众破闻淹水是习以为常 但下午这场雨超大 有外送员涉水走进去 结果却被客人直接秒退 想走也走不了了 只能望着天苦水往肚里吞 车子都放这边了 聊溪进去 走一步接着都掉走一只 然后总共剪了两次 送到里面的时候 他就不喝了 后文一出已让不少网友好心疼 直呼买家行为太恶劣 不喝就不要订 订了又拒收 如果是自己家人被如此对待 作何感想 不合理啦 你落后天 你给他送来送这么好啊 帽子一过来 你也不收 这样太不喝人情了 就会很不收 心情很长 不长 他如果拒收 就是回报客服而已 算买家的确有拒收的权利 被退掉的餐点 也会依照外送平台的客服指示 做后续处理 但民众在意的事 外送员下雨天 使命必达的责任心 赚的都是辛苦钱 再怎样都该被同理心来对待 接着我们彰化 差不多